而在這個司法官說案陷入風暴的敏感時機 前法務部次長林靜勇卻指控馬總統 在特別費無罪確定之後 卻追殺起訴他的檢察官喉寬仁 根本就是干涉司法 要馬總統辭職下台 拿出簡報公文 綠營立委痛批馬總統干涉司法早有潛力 在特別費無罪定驗後追殺檢察官喉寬仁 交辦案件 而且交辦的案件 還是跟你自己有關的案件 你說他有沒有踩到司法的紅線呢 李靜勇指出馬總統在2010年 久博之旅前 擬定追殺侯寬仁的計畫 還特地簡報律師陳昌文的投書 請法務部前部長王清風看過後說明 王清風因此發公文就筆錄登載不實 追究行政責任 侯寬仁因此被記了一支申戒 蔣介石親臨主持會議 然後才是雷的刑期不得少於10年 結果我們的總統做的是跟老蔣總統一樣的事情 馬總統他所謂烏烏烏司法紅線的宣誓 其實是烏烏木櫃 沈菜公共馬英九絕對不是無辜的第三者 少在那邊裝可愛 民進黨立委指控馬總統干涉司法個案 根本是自打嘴巴 藍營立委幫忙反擊 認為立委無地放使 胡亂指控的 完全是胡亂指控 所以馬總統就檢察官 活寬仁所涉及到的筆錄 故意的錯誤扭曲 當然是有權以當事人的身分 來提起訴訟 來控告活寬人濫權 綠營炮烏馬總統把手深入司法體系 要他辭職下台 只是成年就案真相為何 藍綠各說各話 話題恐怕又是馬王之爭下的 曇花一現 郁電TV 尤家瑋 致剛 台北報導 總統